日前演员李亚鹏所担任法人代表的基金会 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被网友实名举报涉嫌多项违规 对于这项举报 北京市民政局在官方微博也表示正在依法调查 昨天书院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 李亚鹏回应了基金会所面临的质疑 发布会上媒体问答环节一开始 基金会创始李氏就对网上怀疑李亚鹏借基金敛财的问题进行澄清 在去年一年书院中国基金会用的所有的基金 是来源于240万 是来源于李亚鹏先生的个人捐赠 而对于12月18号网友落魄书生周霄云 通过认证微博举报李亚鹏负责的 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存在多项违规问题 其中包括以公益名义敛财的问题 李亚鹏则打起了太极 那叫法规是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法规当中 并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有任何处置的一个政策 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这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采访中李亚鹏的回答间接承认了自己身兼几个法人的说法 而被自己是否借基金敛财的问题 李亚鹏给出了回答 据悉周霄云除了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外 还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举报材料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在官方微博表示 正在依法调查此事 如情况属实将依法处理 在发布会上李亚鹏表示 自己已经在与北京市民政局进行沟通 但不方便透露相关的信息 大家可以讲解节目 我认为李亚鹏的报道 philosopher先生 我认为李亚鹏的报道 我认为李亚鹏的报道